据台湾零传媒网站5月29号报道 台湾地区首艘本土造潜艇的首艘原型艇 将在9月下旬举行置评下水典礼 但军方内部传出当天的下水典礼上 这艘潜艇根本碰不到水 让相关疑云再度满天飞 对此惩治原型艇的台湾国际造船公司董事长 郑文龙声称 只要完成全船段的风壳作业 就可以举行下水及命名仪式 下水典礼只是简单的接触水意念 郑文龙指出 台湾预估这艘原型艇应在9月可以完成风壳 对于潜艇下水典礼却碰不到水的争议 郑文龙称 造船舰是古老的工艺 一般分为四大节点 开工 安隆 下水 交船 他称风壳完成时 在一定程度上便代表这艘船诞生了 因此会在全船段完成风壳后 办理命名仪式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将受邀进行命名 潜艇的下水与水面舰艇不同 因为潜艇的舰壳外尚有不少机密装备 不依对外显示 且需经过相当多的测试后 才能真正泡到水里去 因此风壳完成进行命名仪式时 除了机密装备必须掩盖外 也不会直接放到水里 不过舰艇下水通常指的是 捐舰从造船厂的船台 船屋移动到水里的过程 这艘台产原型艇的制造进度 问题一直争议不断 先是传出多家厂商 曾因新冠疫情影响 装备交货期限后 军方官员仅保证 应可依原计划于2024年9月下水 结果去年底又传出潜艇 首艘原型艇进度超前 渴望在2023年9月下水 如此一来 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卸任前 可亲自主持下水典礼 看来这艘频频凑凑的台造前景 大搞不碰水的下水典礼 无非就是一场正式下水的闹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